第15題 有右圖羅盤在這上面 轉一轉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這裡有個敘述有個小問題 它的A選項整數導線上的總電流 是安培最多數的5倍 串在一起電流都怎樣 一樣 這個意思是指 這個意思是指 會產生電流池效應的電流 是安培最多數的5倍 會產生電流池效應的電流 是安培最多數的5倍 這樣對還是不對 它意思是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 那請問你 哪個係數是錯的 哪個係數是錯的 B B一定吧 我覺得是B欸 我覺得是C欸 我覺得C看起來最簡單 C啦 C啦 A 這根本不是哪一個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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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的選項 算他對 可是他不選的 他說好不好 他不是 因為我們以前 前交的總電流 就是那個導線上的電流嘛 那個沒有電 是那個 是那個 會有 會有 那個 效果的電流是5倍 我當然我要問你為什麼是5倍 然後右手定則 然後呢 磁力線同心圓封閉 所以豬不選 然後安倍樂手定則一比 比完之後 上方的磁針呢 會向C 所以C隊也不選 那麼五渣電流 雖然產生磁效應的電流是5倍 產生的磁場是5倍 但是偏轉角度沒有5倍 所以呢 我們選B 為什麼是5倍 為什麼是5倍 我上課有解釋過 為什麼是5倍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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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5倍 然後呢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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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一條線上 怎麼會等於啊 他在同一條線上啊 他是同一條導線 尤其I1都一樣大啊 總電流也一樣大 問的是為什麼磁場效果是5倍 你說什麼 別人家是要有東西才會加 一個電流 兩個電流 三個電流 四個電流 五個電流耶 你最後 你最後那句話 站到別人 算算對 就是我跟你講過啊 只要有電流 就有什麼 磁場啊 磁場啊 所以你們知道 對啊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有五個電流 所以有五個磁場啊 所以五倍啊 五倍啊 要疊加 要疊加 我說過要疊加要東西加 東西哪來的 你沒有講啊 你沒有講 喂 好了 那電流產生的磁場是五倍 為什麼 偏傳角度不是五倍 你沒有學過數學 你沒有辦法用數學 辦法講給我聽 沒有關係 你只要講的意思對就好 你只要講的意思對就可以 你沒有辦法用數學 講給我聽 沒關係 你只要講的意思對就好 為什麼沒有五倍 那個 剛才有點發亮的十四號 就是你啊 距離五條線距離五條線距離 蛤 因為怎樣 為什麼會承認你 為什麼會承認你 你說不會承認你是對 那為什麼不會承認你 講不出來 因為有一個地球磁場 然後 然後它是兩個的合力方向 所以你看就知道沒有五倍 在數學上 這叫做三角函數 你們沒有叫三函數 所以你沒有辦法數學 解釋跟我聽 沒有關係 因為有個地球磁場 是跟地球磁場做合力方向 所以並不會一邊變五倍 另外一個角度就會變成五倍 改變成五倍 就是我們的練習十五 可以嗎 可以